我以前有分享過 我就給他擦明星花露水 明星花露水 因為你們是明星的 現在又在哪裡買 有 那個老街 老街的那個Gamma Jam裡面都有 那個一擦馬上就不癢 而且涼涼的 覺得有一種心靈的力不在它 因為他已經被那個刺激 給蓋過那個癢了 對 然後我兒子也覺得很舒服 而且你知道 他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有香味 那個當你依賴那個香味的時候 那個香味就會安撫你 只是你的情緒變得很平靜 你就睡著 你聞到那個味道 你會想要睡覺 所以我兒子現在只要發起來 我就給他擦明星花露水 這東西全域了 像我們家 我們家的Lobby是有花圖的 我每次要帶他去 買早餐的時候 即使沒有停下來 只是嬰兒車推過的時候 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都會看到 奇怪怎麼會有 那個大腿這邊會被咬到一個 那我又覺得說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老婆是贊成說 就是要去擦軟膏 去擦那個什麼藥的什麼東西 但是以我的觀念來講 因為我們以前是運動員 以前你說沙龍趴死 或者是那個貼的 那種酸酸膠膏 我都不太貼的 因為那東西其實會傷腎的 因為它是腎透基因 是我們腎要去代謝 很擔心腎脹 對 所以說我的女兒 我就覺得說 到底要不要擦 OK 那我老婆說擦 OK 那我們就去分析 那為什麼會紅 其實它是一種對 蚊子的那個過敏而已 它是一種過敏 它不是一種病 然後我們就用一點點 我就用那個 手指頭沾一點點 這樣給他抹個兩下 抹什麼 抹那個軟膏 軟膏 這樣子塗個幾圈這樣子而已 我頂多就這樣而已 所以說我才舉擦 它不見得是完完全全 不要去查 不能用 但是劑量 我覺得急性的時候一定要有 對 急性就養到受不了 小孩很容易養到沒辦法睡覺 有氣喘 急到不得了 皮膚過敏還已經抓到流湯 流汁 流血了 那你還是得用 對 那個一定要 因為你急性馬上用 那一天就好了 對 你就只用那一次 可是如果你急性不馬上用 你有時候一拖 那你要用很久 反而更傷 對啊 是不是 教授話有聽 教授來到現場 教授應該會很想 是這樣嗎 我這個有學好嗎 直接解答 對 現在的家長真的 我覺得台灣一直在進步 就是說從很害怕肋骨唇 到現在已經對肋骨唇有了解說 正常的使用下 我們不用太擔心 真正的肋骨唇會有傷害的 一定是全身性的 吃的 打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只有在很急性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吃的或打的 這種肋骨唇來馬上緩解症狀 我真的曾經在急診碰過有一個媽媽 她這一輩子 她小孩氣喘喘到前胸貼後臂 都快要住家戶病房 她死都不用肋骨唇 我差點氣到想要打那個113家暴專線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個媽媽害她的小孩 已經人生慘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們不要真的 對肋骨唇這麼害怕 那急性的時候使用 我們常常使用問題就出來了 因為你的骨頭啊 你的身高啊 什麼月亮臉啊 水牛肩 所以一般來講 對正常的小孩 比如只是輕微的過敏 氣喘的孩子 我們期望能夠一年 不要用超過六週 這是我自己比較高標準的一個 六週是連續使用還是 沒有 就加起來了 六週是吃的吧 吃的 就是全身性的 我希望最好 如果你一年用超過八週 我就覺得 那表示我好像這個衛教 還做得不夠 我希望能夠在其他的方式下 照顧這孩子一年不要用超過六週 那你就知道這個範圍 其實對很多家庭來講 就很放鬆了 因為一年才用一次 至於其他那種 像剛剛講到鼻噴的啦 或擦的啦 那個其實對我們身體的傷害 是微乎其微 你想想看 那你吃進去的那個劑量 它進到小腸 吸收到全身 心臟 肝臟 腎臟 或者是骨頭都泡到了 可是你今天如果只是鼻過敏 你噴一下 它就到鼻子 哪都去不了啦 所以那個肋骨唇的量 可以是口服的 可能是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 它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就只有局部而已 比如說有些人說 連續噴噴噴噴 噴超過六個月 然後鼻黏膜變薄 是有可能 但是你想想看 那個變薄 你就不要噴就好了嘛 就會 它不會 對 它不會有全身性的副作用 可以恢復了 擦的也是一樣 像剛剛宇文分享 這個蚊子咬 擦個一天會怎樣嗎 不會啊 擦個兩天會怎樣 不會啊 那如果有那種異味性皮膚炎 哇 常常揚起來 對 對 我要講 那如果你是異味性皮膚炎 每天都在發作 你雖然擦的會有效 但是我們現在 異味性皮膚炎的治療 不會只有擦的類固醇 你一定還有很多 包括環境 飲食 過敏源 還有抗菌 那細菌本身的造成的影響 所以你的治療 內固醇只會是其中一個環節 那麼我們就是也是一樣 在醫生的監督之下 你這樣擦 大部分對於我們皮膚 也不會有什麼傷害 對 因為現在真的 大家觀念有相對進步 但是你會發現 還是有些家長 他只要聽到那種 維持型的藥物 就是要長期吃 他自己都會自己有那種 卑躬捨影 覺得這裡面一定有什麼 因為有些小朋友 你知道台灣因為有 異味性體質 然後有氣喘的問題 其實比例不在少數 那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因為他的情況比較嚴重 可能會需要日口服一些 維持性的藥物 那醫生就會跟你講 其實維持性的藥物 是希望你不要 有太常的發作的情況 結果之前有個媽媽 她就是覺得說 這都一定有鬼 這醫療裡面 怎麼可能沒有類固醇 不然你在保養什麼 怎麼可能 她就不吃 不吃就只有每年 就是什麼 三服貼 她很信 就是 東 現在就是 正 正 一年前就預約掛號 跟重慶那個過年一樣 然後就是每年 就只會記得說 東並夏至去三服貼 然後她想說你看 我三服貼的時候都好好的 你們西醫都沒有用 因為她一到冬天 秋冬開始就大發作 然後每次大發作起來 有時候就是要住院 住院一次要打很多 因為那就高劑量 所以你知道她常常的 就是有一些 甚至肺炎或幹嘛 我記得我採訪她的那一次 那個小朋友 她用她的肺 已經嚴重受到損害 所以她肺功能非常的差 肺功能低下 她說她有時候 甚至要用一些氧氣 因為她的肺沒有辦法支持 她正常的氧氣供應了 那原因是什麼樣子